你看 這座火塔 多漂亮 這座火塔 就是殺死哥哥跟殺死爸爸 那個皇帝的兒子 換他當皇帝的時候 所蓋的 叫做 斯拉媽里 這座火塔 也蓋得非常漂亮 我為了看 這麼漂亮的火塔 你看 我是爬到 這個城牆外面 然後 爬這個梯子 爬上這座城牆拍的 我現在 就爬梯子下去 然後 然後 去看看 這個火塔的樣貌 這是城牆的外圍 也要 是 我也要 這個導遊 幫我 搬這個梯子 因為這個草地上 有蠻多的刺 我們都知道 進到這個火墊 是不能夠穿鞋子的 你看 這就是入口 你可以看到一層一層 非常漂亮的火塔 叫做 蘇拉瑪尼 你看 要不是年久失修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大門 牠一些牆壁上的雕刻 很美的 還有牠兩側的側門 你看 這裡面的火都升天了 你看 這些都有這些石雕 這些火人家都拿走了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牠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 有很多漂亮的這些壁畫 你看 而且這些壁畫的眼睛 都非常靈活 也就是 你走到哪一個角落 這個眼睛 都似乎 會看著你 你看 而且 你可以看到 這個火像 的眼睛 好像在住宿著我們 那我們 走到中間的時候 牠一樣在看我們 走到另外一個角落 牠一樣在凝視我們 在這邊 幾乎每一個佛像 牠的畫畫 都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座佛殿裡面 還保存的 這些可以看得清楚 的這些畫像 也有九百年了 非常殊聖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些鐵門 的這些川花 非常漂亮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這好久 的這些畫像 可以看到 牠以前 打底的這些格子 這些一格一格 直的橫的 我剛剛有問牠們 那個不是 後來的人 把牠畫上去的 是因為 早期 牠打底的格子 那些格子 是黑色的慢慢 就呈現出來了 這裏又一個臥火窩 這裏又一個臥火窩 是黑色的 而是黑色的 所謂的 在這裏 就在那裏 那邊 有明的 那邊 就在這裏 是黑色的 在這裏 在這裏 那邊 那邊 就在這裏 那邊 就在這裏 那邊 左了一千 你可以看到 這些就是五百羅漢的畫像 這就是剛進來的大門 在這邊 你也可以看到 外面 這個 好像城門一樣 你看剛剛 我的梯子還擺在那裡